昨天的节目我们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封面的设计 一个最重要的指导原则 就是要有品牌意识 而实现品牌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手段 就是风格要一致 它的目的就是使得你的视频的封面图 在一大堆的其他的封面图当中 能够让观众快速的识别 这些视频是从同一个频道来的 昨天我们强调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一致性 在这个一致性的概念里头 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家要注意 就是一致并不是指 你每次都使用相同的标志或者是logo 这当然是最基本的要求了 而且还包括其他各方面的因素 比如说你这个标志所放的位置 是左下角还是右上角 然后跟其他的设计元素的相对位置 包括你使用的颜色 包括你使用的字体等等等等 都是在我所想的一致这个范围之内的 总的来讲大家要看见你这个封面图 立刻就知道这是你的视频 这就是最终的设计的目的 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给大家举了很多的例子 但是这个概念是如此的重要 为了强化大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今天我把我自己的频道拿出来 作为一个重新设计的例子 给大家演示一下我是怎么样 根据昨天的指导原则来应用在我自己这个频道上面 改进我的封面图的设计 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例子 让大家看到一个相对抽象的指导原则 是怎么样落到实处 产生具体的设计的结果 好了现在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我这个频道的封面设计的风格 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我的YouTube频道的视频的页面 大家看我的视频封面图基本上还是反映了昨天 我讲的绝大部分的设计的准则 比如说做的比较好的或者是对的地方 我有大头出现在一些封面上面 我有logo出现在封面上 并且绝大部分的logo都出现在左下角 当然也有例外的出现在中间的 这个是不一致的地方 不是我刻意为之 而是我偷懒应该把它做成一致的 大家注意到我所有的视频封面图里头 都有一个序列号 这是因为我整个的频道记录的是一个长征 是一个有持续性的成长的这样一个过程 如果你所做的内容没有这种概念在里头的话 就没有必要加上这个序列号 昨天我们讲了这个概念 这个封面图不要做得过多的拥挤 可有可无可以删减的任何的图形元素 都应该降低到最低的限度 所以如果序列号对你的节目内容没有任何意义的话 你就没有必要把这个序列号放在封面图上 另外一个特点 我知道颜色的威力 所以我尽量的使用颜色来表达某种潜在的含义 打个比方讲 抖音的合集视频 我全部的是使用统一的风格 你看所有的封面都是一样的 只是这个序列号不一样 使用黄颜色的背景区别其他所有的视频 所以使得抖音这个系列的内容 在整个频道里头异常的醒目和突出 我为什么这样的设计呢 因为抖音的这部分的内容 在我这个频道内容里头算是一个另类 很多国内的观众已经可以通过抖音的APP 去访问我每天的内容 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在这个YouTube频道里头 再来看我的合集 而合集放在YouTube频道里头 主要是满足一部分国外观众 他们没有办法使用国内的APP这种情况 所以我就把抖音这样一个系列的视频的封面 做得特别的醒目 使得大家第一眼看过去 就非常容易的识别 这是一个合集 我在国内的话已经看过了 所以我没有必要看这一期视频 那么国外的观众也非常容易识别 讲这是一个合集 我希望看一看 另外一个特点 我这个频道有不同的内容栏目 我希望在封面图上面 能够明确的反映这个内容的特点 所以你看就会有胡思乱想 红颜色的 内容创业是紫色的 抖音合集是黑色的 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手段都是为了达到一个目的 让观众看到这个封面的时候 就能够明确的识别 这是老胡的视频 并且这是哪一个栏目 他就可以非常容易的根据这张封面图 能够决定他是不是对这一期的内容感兴趣 要不要点击观看 因为我不想让大家点进去以后 看了15 20秒以后 然后才知道不喜欢这期节目的内容 这样就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损害了一个观看体验 另外大家注意到 我在视频的封面图里头也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图片 有的是跟节目内容相关的 比如说这个例子 还有这个例子 还有这个例子 但是呢 有的其实跟节目内容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在内容创业这样一个系列里头 我大量的使用动物作为封面图 我前面曾经讲过使用动物 因为它有朴实性 它有非常自然的吸引眼球的这样一个能力 所以以上这些特点呢 基本上就是我目前的视频封面图的大概的风格 那么再讲了昨天那期节目之后 我反过头来检视我自己频道的视频封面图 我觉得有必要做一点改进 所以昨天和今天我就花了一点点时间 来重新思考我整个的视频封面图的设计 那么并且拿了我其中的一视频来做试验 这个试验很有意思 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报告一下这个试验的结果 以及我在背后的设计的思考 和最后我这个视频的封面图 究竟会改成什么样子 大家看我以前的抖音合集的封面 是这样一个风格 大头 标记 序列号 然后标签 以及我抖音视频里头的两个栏目 一个是胡言乱语 一个是胡批乱注 封面图之间唯一不同的是一个序列号 第17集合集 第18集合集 第19集合集 那么大家也知道 微信群里头的很多群友 在设计封面图的时候 或多或少的参照了我这个原始的设计 所以呢 很多的视频封面图 看起来都很相似 比如说左下角有一个标记 那么这里有序列号 然后文字部分有一点角度的倾斜 那么有人模仿我封面图的设计 我没有任何的意见 我感到很荣幸 因为这是某种方式对我的这个设计的一种肯定 但是作为我来讲就要求变 因为视频封面图的一个主要作用 就是在极短的时间 要让这个用户对你的视频产生兴趣 如果你从设计上面没有特殊之处的话 那么这种吸引力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我就在思考怎么样能够突破 怎么样能够求变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寻求变化的一个初步的设计结果 大家看这是一个设计的模板 有logo 有我的头像 然后还有栏目的名称 以及空白处 我将来可以写序列号 这是一个空白的模板 我当初的设想是什么呢 一个视频的封面图的最大的特点 除了你的头像 除了你的logo之外 还能有什么 当时我想的就是手写的字 除了你个人形象之外 没有什么比个人手写的字 来得更有个人的标识度 所以我最开始就设计了这样一个模板 打算将来自己用手书的办法 在这个地方写出这个封面图的文字 而且节目的7号也用手书的方式 那么从制作流程上面来讲 就非常的简单 我只要通过PPT 导出这样一张照片作为底图 然后在我其他的工具里头 只要用笔去写这个文字部分 就自然生成了封面图 这就是最开始设计的想法 最后的效果怎么样呢 我给你看一看 你看这就是我试验的那一期视频的封面图 是这个样子 第279期 是抖音合集的第20集 然后我就用手写的方法 把这一期节目当中的一个句子 写在了这个封面上面 所以你猛一看这张次频封面图 个人风格十足 你看有标志 有头像 有个人的手书 以及有栏目的名称 似乎是一个很不错的设计 顺带我在这个地方讲一下 我这个抖音合集这部分的底色 用的是白色 你看在PPT上显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PPT缺绳 把这个背景颜色显示成灰颜色 所以白色在这边能看得非常清楚的边框 为什么要让你注意这一点 等一下你就会知道原因 那么这个封面图发布以后的效果 是什么样 大家看这是我从手机上面的一个截图 大家注意问题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第一这个节目的7号279期 不太容易识别 另外这个字本来好像很大 在这个PPT上看起来很容易识别 但是在手机上面这个缩小的封面上面 就变得几乎无法辨认 所以你把这张封面图跟其他的封面图比较起来 立刻就整体的感觉就不对 另外我刚才讲了这个底色是白颜色 在PPT上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看在这里 由于它背景颜色是纯白色 不像在PPT那样是灰色 所以边界部分就不明显 导致这个角落出现一个不整齐的感觉 那么我看到这个效果以后 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字无法识别 我要把它加大加粗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2.0版本的设计 大家看大头依然在 但是我把这个logo跟这个大头叠加在来一起 为什么我想把这一部分的空间腾出来 使得我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写字 这个字就可以写得更大更粗 你看现在这个字比前面第一个版本来讲 要粗大的多你对比一下就能够看得出来 另外一个变化我把这一部分标识 节目栏目的这一部分 把它再扩大变得非常的醒目 所以用户一看到你的封面图 第一接受的就是颜色上面的刺激 他看到黄色在这个例子里头就是抖音合集 以后他看见另外一个颜色 那么就是案例分析 所以是这样一个设计的思路 我既要使得这个颜色醒目 又不能占据太大的有效空间 所以我现在的处理就在这个视频的封面图的顶上面 拉一个长条的颜色 因为这些区间本身你不用也是浪费的 那么大家看在1.0版本设计里头 颜色的变化部分只是这一点点 相比较2.0的版本就醒目的多得多 并且没有浪费这个封面图上面宝贵的有效的空间 而且我把这顶部加宽 使得我能写三个更大的数字 这个节目的7速在封面图上面在缩小的情况下 还能够容易的识别 那么这个版本看起来效果会怎么样呢 我来给你看看 大家看这是2.0版本发布以后 在手机上面的一个截图 现在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279 并且每一个字是可识别的 我们看一下前后对比 这是1.0版本 这是2.0版本 大家明显的能感觉到这个辨识度要好得多 但是看到这张图以后 我的感觉还是不对 为什么 原来我以为用手书自己的方式 能够充分的体现一个个人的风格 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封面图的时候 我立刻就意识到有一个问题 你看我这张封面图上面只有8个中文字 并且我用的是形书 还没用草书 那么你仔细看每一个字 应该每个人都能够认得 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到 你在看字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近似于翻译的这样一个过程 跟这个电脑本身的字体 有很大的差异 你看到这个电脑字体 没有这样一个翻译的过程 你看到了 立刻就知道它是什么含义 当你看手书这个字体的时候 不管你的字写得再工整再漂亮 它都有一个翻译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在封面图里头就非常要不得 为什么它会增加观众的辨识阻力 而任何这一类的阻力的增加都是非常不好的 为什么 因为视频封面图的唯一一个特点就是让观众无脑的被吸引 然后去点击这个视频 如果它看见一个封面图以后 还得去琢磨 还得去辨识 还得去翻译 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好的设计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视频封面的时候 我立刻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果你这个视频封面图上面只有一个大大的中文字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看我这个视频封面图上面有八个字 这就大大的增加了观众在第一时间内理解整张封面图含义的这种难度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这是一个坏的设计 你看我这个点子最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一个非常棒的点子 用极具个人特色的手术自己的方式来做封面 别人无法模仿 但是你看我把它实施起来 经历了两个版本 我就意识到这有问题 所以很多东西在想象当中和实际操作是有很大的差距 而这种差距你只有去实践你才能够发现 所以我们老实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所言不虚 那么虽然这个点子失败了 但是我整个频道的视频封面图的统一这样一个目标 还是没有放弃 我希望大家一看见视频封面图 就能够知道这是西雅图老胡的频道的视频 而且有明确的一种色彩 能够让大家知道这是哪一个栏目 总的来讲 我这次视频封面图的改版有这么三个目的 第一 风格一致 也就是说别人一看见我的视频封面图 就知道这是西雅图老胡这个频道的视频 第二要有明确的节目栏目的标志 大家不要讲只看我案例分析这一类人 他就应该从封面图上面第一时间就知道这一期节目是关于案例分析 而不是胡思乱想 他不需要点击观看以后才知道这是一期什么样的节目 第三封面的设计要极简 我不希望用户看见我的封面图之后 还得要拆 还得要在脑子里头拐几个弯 甚至还要去读整个的标题 才能够知道这一期节目是关于什么内容的 那么为了满足这三个设计目标 我最后做出了什么样一个设计 我现在给你看看 这就是我从今天开始将要使用的视频的封面图的模板 大家看到我使用单一颜色作为底色 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使用绿色作为底色的例子 也提到了老王使用灰色作为底色 那么我决定选用黄色 黄色是一个极其醒目的颜色 而且也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颜色 比如说如果你使用整个的大红或者是深红色的颜色 或者使用紫色或者使用粉色 都会有更大一部分比例的人不喜欢颜色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黄色相对安全 第二个原因 使用黄色作为底色 你比较容易配色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上面使用的其他图形元素和文字的颜色 相对来讲容易搭配 比较和谐 不会像当你使用粉色或者紫色 这样的颜色作为底色的时候 你要找相对协调的字体的颜色就会困难一些 至于节目的不同栏目 你看我使用醒目的一个颜色的条 在封面的上端 黑色表示暗里分析 绿色有老胡笔记 抖音合集 内容创业 胡思乱想 而字体部分 我使用黑白对比 这样反差度最大的这样一个设计 所以非常的醒目 你看如果使用这样一套模板 它在众多的视频封面图里头 是不是显得非常的干净 简洁而且醒目 而且对于我整个频道的视频来讲 它是高度的一致 并且不同的节目非常容易识别 所以你看这个版本的设计 就满足了我刚才讲的那三个设计的目标 这就是我下面这个阶段要使用的视频的封面图 如果你是我的群友 采用了我以前1.0版本的设计 今天你看到我这个2.0版本的设计模板 如果你也喜欢我这个新的设计版本 我希望你稍微给我一点点时间 能够独享这个设计 过段时间再模仿 不要到时候人家一搜索 出来一大堆全是黄底子的封面图 这样子就不好玩了 当然我讲的是一个玩笑话 如果你真的喜欢 我是没有任何理由 能够阻止你使用这样一个设计 好了 这期节目我们讲了什么 通过我这个频道的视频封面图的改版 彻底的把昨天讲的那些指导原则 落到实处 并且通过一期视频的封面图的改进试验 向大家展示了一个初始的设计的点子 在脑子里头想象起来好像很不错 但是在投入实际应用过程当中 远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好 尽管如此 那一个视频封面图的两个版本的设计的失败 也一个我们后面整个频道2.0版本的设计 提供了宝贵的意见 其实这期节目我试图向大家展示的 就是从一个基本的指导的原则 一个抽象的概念 怎么样把它落实到具体的设计的行动当中 并且最后能够产生有用的结果 我希望这样一个过程的展示 对有些人会有所帮助 好了 这期节目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